今天是周五 本来周五小德放学放得很早 两点就放了 但是现在确实五点多了 因为现在小德每次放学之后 还要在学校留下来 参加足球队 足球训练 是吧小德 今天足球训练累不累 累 今天是当的守门员 还是学习的踢球 跑步 跑步啊 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去干啥吗 现在去接妈妈 因为今天在下雨 温度也很低 肌破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现在去接鸡博 唐妹在家呀 我不可能老是带着唐妹呀 星期一要打比赛呀 刚才教练跟我说 谁跟谁比呀 长训班和你们比呀 就是他们一年级有两个班 小德所在的班呢 等于说是正常班吧 就是慢班 因为小德今年才去嘛 然后还有一个长训班 就是几乎每天都要训练 而且训练的时间呢 也比较那么长一些 周一呢 小德他们这个新班 要跟长训班的打比赛 那打比赛你是当踢球的 当前锋还是当守门员呢 我不知道 我估计你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守门员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明天周六 明天如果有时间 我带你去练习一下吧 嗯 好 嗯 好 好 拜拜 转盘堵了 转盘 你又是你堵啊 你又下雨 我就在旁边等你吧 好的 马路边等你了 好好好 马上就到啦 拜拜 拜拜 好堵车呀 小德 小德 你不会睡着了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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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你坐到伞上了 你把伞坐了 不知道 走吧 天津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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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孙悟空打得过那个 打得过哥斯拉吗 我觉得孙悟空打不过哥斯拉 对啥 哥斯拉那射线 土射线多厉害呀 原则吐息 对呀 不仅孙悟空打不过 我觉得卢拉佛都打不过 卢拉佛这个打不过 差不多都跟哥斯拉一模大 小德最近天天听那个 听悟空十字 是西游记的故事 他都听得差不多了 然后明天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 孙悟空系列之妖王在线 明天带他去看吧 好 悟空十字他学了很多西游记 是吧 西游记里面的内容 我还知道跳子怎么写 孙悟空本来是住在哪里 小子 花果山 猪八戒呢 哎呦那是枕方我看到了 喊他吗 喊他 哎呦他人呦他太矮了 我看不到他 他操哪 三十七的一个篮车 真方真方真方 快来快来 看到了小方 下班我也没看到你 小朋友 小朋友往那里面坐一点 阿姨 我是说又没看到你 他们又快来了 见过我的呀 你记不记得 好往那边坐一点 帮帮阿姨 我还想着 我去过来再看到 你现在还没走 我真的想着 哈哈哈哈 我是前面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哎呦半天 又没过马路 刚刚好 这叫来的好 来的巧不如 来的好不如 来的巧 对对对 你们明天有没有什么 期望 明天下雨 然后呢 就去看一个电影 然后 然后就没了 还能到哪去 下雨 最主要是下雨 到了 正方他们小区门口 你先去 我再去拿一个 好 正方他公共在这卖锅盔 正方非要 我们停在这里 然后给我们几个锅盔 他公共做的锅盔 特别好吃 所以那是肉馅的 精州公安锅盔 真的超级好吃 我在车上 我就没去啊 上次做锅盔 我不是拍了吗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又吃上了 真的很好吃 OK我来了 好翘了 他们身影 现在 我这是一个没菜的 想着睡着了 好香啊 前负了没 没有负 我要扫 不要扫 方方不让给啊 嗯 好好说 哈哈 你说你这两天身体很虚弱 那我们吃点啥 给你补身体 吃点肉吧 排骨 要不我们去晾晾蒸虾吧 吃虾的 怎么了 好啊 嗯 好啊 但是我觉得晾蒸虾有点贵哦 要不要去 走吧 真的 不行不行 太贵了 这个什么都没加啊 哎呦 你说 你们要早来不及 我什么都没加啊 哈哈哈 谢谢谢谢 嗯 你吃我这个吧 我这个是加了酱的 想不想吃虾子的 不是 小泽睡着了 这睡子很奇怪啊 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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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泽我们要去吃龙虾了 你到了 你要下车了呗 今天刚好是周末 刚才在车里面吃着骨盔 跟鸡博商量了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来吃点龙虾吧 就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店 他在武汉非常非常有名 他应当是在武汉 最早做小龙虾的 几家这个路边滩之一 当然现在不是路边滩 现在是发展的 蛮大的规模 叫做亮亮真虾 小泽 我们要去吃小龙虾了 喜不喜欢 喜欢 他最喜欢 我也最喜欢 今年的第一餐小龙虾 还要排队 然后要拿号 拿号呗 前面有多少桌 前面啊 这三桌 现在还有三桌 还有五桌 生意这么好 这三位 不是一起的吗 不是一起的 在我大桌 我拿了一个菜单来了 看一下啊 他人好多啊 亮亮真虾 148一份 油焖的是188一份 蒜蓉龙虾 188 还有虾球 全味虾球 他们家的那个 这个好像也蛮好吃的 白桃乌龙柠檬茶 压实香 压实香柠檬茶 这里还有一个火盆 坐过来啊 你们俩坐过来呗 这个楼梯下面还有几只乌龟 这是巴西龟 上面摇你手指好的 上面摇你手指好的 不要摸啊 今天周末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人太多了 太难等了 我们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不扫吗行不行呢 这边的话建议你扫吧 下菜 你这儿就直接那个了 因为你也可以 工作人员点菜点的慢了 那你上菜就点出慢了 来 来 起收的啊 哇真的是前脚一走 我们就来了 好 猜吧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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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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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现场的人猜出来 好 鸡博抽到了现场表演一个人 让我们猜 好 现在开始表演 假如这是一碗很好吃的饭 我不吃 我也可能吃 我知道是谁 然后我就去刷牙 刷牙子宝贩 又把它吃完了 我知道是谁 谁 小子 小子 刚才是妈妈表演你 知不知道 好 小子抽一个 恭喜你小子 自饮两杯小子 小子要你 今年真好运 就是要你喝两杯酒 掐生菜来了 好好吃 好吃 他这个地方的凉面是一绝 要不凉面拌一下 没想到点小了 这么小 哎呀 点小了这么小的一碗 分着吃吧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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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小哥的 小哥 你的奶茶 吃了 吃了 这个 嗯 吃了 吃了 我觉得他这个凉面可以媲美 武汉的热干面 小哥 小哥把凉面吃完了 皮蛋拌伞子来了 来 鸡婆吃点伞子来 我要 我香菜全部给你了 OK 来小子也吃点伞子来 去看 你尝尝 这个微薯 他们切这些乳 好 好 谢谢 对 你把微薯带了 我慢开 我还好 给我喝一个吧 很好 要带反了 那字都是反的 没关系 就是这样吧 看到没 哇 它这么一点点感觉好少啊 是啊 小半盆 这上面写着啥 我看了 我给你念一下 为了不破坏龙虾肉质紧致 本店将不再做去虾线的处理 谢谢你姐 虾线是没有去除的 我们要自己去虾线 来 带上我们的口袖吧 有点带橡胶材质的手套 这个手套不容易破 虾头是吃掉了 个头还是蛮大的 这个手套不容易破坏龙虾的 你怎么看 这边有点有点滑 的手套不容易破坏龙虾的 还有这边有点滑 这边有点滑 这个手套不容易破坏龙虾的 这边有点滑 我没有救 这边有点滑 现在还早 感觉这个虾子 好嫩这个虾子 还是很嫩的 味道当然做的是一级棒 这个小龙虾还嫩 肉还不是很紧致 吃了大蒜 来多一个 虾子实在是帅嫩的 虾肚圆你吃吗 可以吃 你们给我 你们买了到底有几种锅 就是一个锅 没有别的了 那我们的材料好好吃 给我加个大蒜吧 你居然连大蒜都要吃啊 鸡婆吃大蒜啊 一想都是味儿 真的是 吃好了没 吃好了 我也吃好了 没吃好怎么办 没吃好就以后再来呗 我们今天算是尝了个鲜 吃了一个油门大虾 花了264块钱 哇虾子真的好贵啊 其实油门大虾都没 都没多少只 我差不多吃了三四只 鸡婆吃了三四只 小子吃了五六只吧 就没了 他们俩都没吃好 但是这早晨虾子很贵 也是差不多 也差不多 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 虾子比一年 一年比一年上市的早 对 最早的时候我感觉 都是那种很热 穿短袖子的时候 才能吃虾 夏天才能 现在这么早都能吃虾了 据说他们的养殖技术 应该是催熟了的 虾子很快就能上市 一年比一年高 这么早 可贵啊 但是他们家的味道 真的是没得说 如果是大家到武汉来的话 想去尝一下武汉的油门大虾的话 最早选期间就是去尿尿真一下 别人家说不好吃不好吃啊 但是人家都不保险 他说好吃你去吃万一不好吃怎么办 还是去尿尿真一下 味道真的是没得说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期视频请你吃 拜拜 小则说下期视频请你吃 小则说下期视频请你吃 甜品